跟隨老闆娘的腳步 穿梭在田園間的民宿 一走進房間 水泥牆壁上紅色車頭的擺飾 做出了穿牆的效果 再搭配紅磚牆以及斑駁的水泥 像極了電影場景 這間南投的歐風民宿 出現在幻物社團 破文寫下這間民宿 想換北部獨棟或是透天的房子 機能要好 最好附近還有大眾運輸工具 既然房子要賣掉了 那不如就來換換看 所以突發奇想換上去 民宿老闆徐小姐說 整棟建築物由媽媽一手設計 原本給一家人居住 三年前轉為經營民宿 四房兩廳三位浴 一共55坪 屋林還只有六年 一PO網瞬間湧入 30多通的詢問電話 也是有人打到民宿來 直接問這是真的嗎 真的假的 那你那個面塊地平建平這樣 徐小姐一家人是桃園人 希望換到桃園中立的房子 開價1250萬 也提到了如果不等值 也可以再補上二手車 或是瓜地馬拉的機票 但當地的房仲 並不看好交換成功 蓋的很有特色 那個地方是大部分都是員工宿舍 還有公衛區包圍 產品定位在那個地方有點不搭搭 房仲認為儘管民宿本身的裝潢好 但因為民宿的地段 或者是附近的機能 導致發人問津 儘管直到現在 遲遲沒有人一屋一屋 卻已經成功掀起話題 成為史上最狂的交換物 記者曾偉祥全思議員張志凱南投報導 記者是家族需要消防 緊急セ OP 使用浴動 介紹研究